話說,台灣桃園機場星期二下午,出現了個不速之下 他呀?未到,不過未見人先見這封恐嚇信 話要阻止佩洛西訪台,還在機場放了三枚爆炸物 嚇到航警局立即介入調查 思遠佩洛西星期一由新加坡開始亞洲之行 星期二會在馬來西亞 多間傳媒報道指,他同日晚上10時20分回到台灣 星期三與蔡英文會面 疑似佩洛西坐的美國空官行政專機 在星期二大約下午4時,經以由吉隆坡起飛 全球有至少30萬人望實他行蹤 對於佩洛西出訪台灣,美中兩國撐獨行一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他去不去台灣,完全交給他自己設計 說如果中國試圖製造危機或加強緊張局勢 責任完全在北京身上 呼籲北京要負責任,避免局勢升級 阿比預計,中國可能在台灣附近發射導彈 或大型空軍、海軍活動 不過美國並不是支持台獨 議長亦有到訪台灣權利 中國無理由將一次與美國長期政策一致的潛在訪問 變成增加台海軍事活動的藉口 中國見到外國勢力,當然一如以往那麼驚驚 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美國挑釁,令台海局勢緊張升級 美國一夫全責 還開到聲說,如果美國錯判兩岸形勢 會令台灣甚至全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至於當磨心的台灣,態度又如何呢? 根據台灣親中媒體中時報道 台灣曾經暗地裡撤回腰房 誰知激到佩洛西紮紮跳 還說除非拜登親自叫他不要去才會考慮 但台灣駐美代表就否認有撤回邀請 現在台灣亦做好軍事準備 有台媒報道說,中國為了嚇美國和台灣 解放軍近日不斷在南海、黃海、東海等軍演 軍機艦為台的數量創立歷年之序 所以台灣國防部 亦將第一線的海、空、第一擊決定權 交給各軍種的指揮部 假若解放軍攻擊的話 國軍都可以即刻反擊 報導來到這裡 我們會繼續跟進相關新聞 如果想支持Channel C 可以給Super Thanks 或每個月128元訂閱我們 下次再見 ikan 出現 感谢观看